103特殊造型实体 那这一体有分A4跟B4 那我们先画A4 那A4呢我们先画上半部这个部分 那这边是16 这边半径是8 所以我们先画一个16乘16的正方体 所以这里呢点选草绘 选择top面 按草绘 然后这边我们用中心矩形 画一个正方形 然后这边呢改成16 然后呢这边我们用圆弧 点一个这个点再点一次 然后呢这边 要点要 它的圆形要在这个点上 也就这边有两个要相切 这边也是 好 OK 好然后呢 这时候我先把平面显示拿掉 然后我们再把这两条删掉 这两条 这一条跟这一条 好 那完了之后呢按确定 好 然后按Ctrl D 回等角式图 好那这边呢我们要用扫描 好点这一条线 好 然后点选 这一个建立或编辑扫描截面 好那这里呢 好我们看一下 好这边是这里 好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要用中心和端点 好来点在这一条线上 好从这里 拉到这里 画四分之一就好 然后呢 再用直线把它连起来 好 好 来然后呢 这边告诉我们 这边是半径16 所以这里呢 所以这里呢改成16 好改完了之后呢 打钩 好 然后打钩 好 好 Ctrl D看一下 好 完毕之后呢 我们用隐身选这个草惠的线 然后反方向 然后这里呢 改成指定的面 我们 隐身到这个面 好 打钩 好 那这样子就绘制完成了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建立 它的坐标系 它的坐标系是在这里 这边是S 这边是Y 所以这时候基本上跟这个一样 那没有关系 我们重做一次 来 点选坐标系 那S是要朝这里 所以先选这个面 S 然后Ctrl键按住 再选这个 然后再点 Ctrl键按住 再点这个面 好 S是这里 Y呢 要反方向 所以定向这边 Y要选择反向 确定 好 然后第一题呢 好 它告诉我们 要求A4的表面积近视值 所以选分析 质量属性 选择 和新的坐标系 好 那所以表面积是这里 曲面面积 好 这边 好 然后第二个呢 Z轴 Z轴是这里 Z轴 好 然后呢 它告诉我们 如果A4改成B4呢 好 也就是说 要把A4改成B4 这边是弯进去 是R16 所以这边怎么做 来这边呢 扫描这里 按右键 编辑定义 好 然后点选 这个按钮 好 那这里呢 我们先选择三点香切端 点这个点 点这个点 好 做一个圆弧给它 然后呢 这个删掉 好 这边改成B4 16 因为它这边 告诉我们是B4 16 好 那OK之后呢 来 好 这边打钩 打钩 好 Ctrl D 好 那 这边一样 我把平面显示关掉 来 这一个呢 它告诉我们表面积为何 一样 质量属性 选择 这个 坐标系 好 表面积是这一个 表面积 好 来 那第四体呢 体积 体积是这一个 好 然后 Z轴 Z轴是这个 好 那以上这边是 103 的解题方法